9月6日,由香港工商界举办的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》成立70周年国庆酒会在香港举行。 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,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谭铁牛,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赵建凯,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田永江,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华作为主理嘉宾, 与香港工商及社会各界与500位嘉宾一起共和国庆。 香港工商界同胞庆祝国庆筹委会执行主席蔡冠申指出, 新中国成立70年来,国家在不同范畴取得瞩目成就。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经济及社会发展呈现深刻变革, 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, 以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 当今全球经济局势复杂多变,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, 英国硬托风险增加, 以及地缘政治等不明朗因素, 都令我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, 也加大香港经济的下行压力。 蔡冠申表示, 近来香港社会违法暴力, 扰民捣乱,围堵破坏等行径持续, 严重损害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, 威胁市民大众安全和公共秩序。 国家对稳定香港当前局势表态清晰明确, 强调必须要止暴治乱, 恢复社会秩序。 香港工商界对此表示认同和支持。 国家对稳定香港当前形势表态清晰明确, 强调必须止暴治乱, 恢复社会秩序。 香港工商界对此表示认同和支持, 也都引证一切违法的暴力行动。 香港正保守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, 我们期望社会国家能够秉重, 习机放下政治纷争, 停止一切暴力, 重拾香港一直坚守的法治核心价值, 回归和平理性, 重新聚焦经济和社会人生发展。 蔡冠生进一步强调, 工商界是香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, 在促进香港经济发展, 社会稳定方面有着重要承担。 环球证监局势及社会争议, 令香港经济面对严峻挑战。 工商界更应团结一致,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, 支持警队严正执法, 权力聚焦经济民生发展, 为应对当前困局共谋出路, 全民配合国家所需, 发挥香港所长, 与祖国同发展, 共进步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